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9号的台股最前线 昨天下午的部分香港版的国安法真是通过 那今天的部分其实亚洲股市真的就是挫泪蛋 那你的部分有没有在这时候去杀股票呢 那首先我们先看到美股的部分 美股昨天四大指数都呈现比较低落的状态 那道琼成分股的部分中场还是下跌0.58个百分点 那背半尾盘的时候跌比较重 那跌幅来到2.31个百分点 那这显示了什么呢 这显示了其实金融股表现比电子股来得强劲 那为什么今天电子股跌幅比较重的原因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我们看到我们就从指数方面来看的话 那今天我们早上给佩尔文的群友对于指数的预估来到10869 那早上部分开盘在10921 那很多观众朋友问说老师那你这个是不是优不准了 其实不然 那今天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最低的时候指数甚至打到了10861的位置上 10861的位置 那今天我们其实对于指数预估仅仅查了8点的情况下 那查了8点你会不会在这时候去追杀股票呢 其实如果你跟上吴门脚步就不会在这时候追杀各股的部分 那拉抬上来是拉抬哪些股票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就从其实就从成交量来看的部分啊 其实今天结构方面主要还是以金融为主 那跌幅比较重的还是以台积链 因为今天台积链早盘的情况下下压比较沉重 那今天主要还是金融五层盘 那这样今天是MSCI的季度调整的最后一点 那最后一盘 那今天成交量甚至来到了2000亿的位置 那你会说那老师接下来盘是怎么去看待呢 其实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盘式的话 那我们对于未来的预估呢 其实我们看到大盘的部分啊 大盘其实就四月来说四月到现在 四月五月四月是涨的 那五月到五月初到现在的部分 还是呈现一个整理的态势 也就是整理的一整个月 一整个月的部分一整个月 那接下来六月份呢行情怎么走 那六月份的行情要注意到哪些重要的因素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部分 我们可以留意到六月份 其实六月行情的观察重点主要有这三个理 第一个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有没有办法有效的突破下压平台的整理呢 如果台积电的部分 如果它没有办法突破 我们就看这个图来说的话 台积电它还是呈现比较下压的主事 还是在下压三角形收敛整理 虽然昨天的部分有突破 但是短线上今天的部分还是回到了 这个三角收敛整理的状态 如果台积电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突破 这个下降三角形的话 那短线上我们应该留意到 一些比较重要的成分股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下一个点就是防疫相关概念股 那第三点就是投信的持股 是不是有持续做了解 那这三点就是会影响到六月份 你操作股市还有操作指数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过往六月份的行情 那有的人会问说 老师你看六月份的行情啊 像之前啊 你看之前啊 六月份2016年 五月份涨啊 六月份也涨 那2017年五月份涨 六月份也涨 可是近这几年来说 2018 2019 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涨跌附近的状况 它延续力比较没有办法像以前 然后再像其实 就像去年的香港事件一样 安静点也受到香港事件的因素影响 其实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这礼拜一的时候也有大跌嘛 那昨天的部分还是呈现开高走低的状态 那我觉得接下来部分还是要看到香港事件还有 加上六月份有除去除全型因素的影响 即香港事件这个情况底下 那川普有没有什么作为 如果川普加强对于华为相关概念股的制裁的情况底下 那对于台北股市的话 其实压力也会非常的沉重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我们就类鼓轮动方面去看待 那类鼓轮动我们就五月份这几个礼拜来说的话 那五月份第一个礼拜其实主要涨的是纺织相关概念股 纺织相关概念股就像如虹的部分 我们看到如虹的部分 其实第一个礼拜 第一个礼拜它也是呈现上涨的走势 第一个礼拜它还是呈现上涨的走势 就像147呈现上涨的走势的情况 那比较弱势的就是所谓的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的部分 那被动元件为什么会比较弱势呢 其实就是由于它可能在供需方面 其实还有外资调节的部分 其实就比较调节的部分 比较多的情况去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部分就是就 那回到质卡的部分 我们第二个礼拜主要是防疫 像恒大啊 康纳香啊 这些股票啊 其实它的表现在第二周的情况底下 都会有比较明显的 有比较它呈现比较弱势 那我们看到第二周嘛 那第一周的部分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都是一个礼拜涨 那一个礼拜也一个礼拜涨 那一个礼拜的情况底下 那为什么我们要看到结构方面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 这礼拜其实比较强的主要还是光光相关概念股嘛 光光相关概念股比较强嘛 那相对于其实 光光强那防疫概念股这礼拜就会有比较明显的 比较有落差的情形 两个礼拜涨一次 就是一个礼拜涨一个礼拜休息 一个礼拜涨一个礼拜休息 那我们在这时候其实 如果下礼拜涨的部分 你可以一方面去调节你的个股 一方面可以去找一些比较落后 不落后有机会上涨的那一些族群 那落后上涨的族群 你会看到有一些甚至没有落后 或是有一些其实在近期口信的部分 有积极的卖超的个股的情况底下 那六月份也适逢六月份季底 六月份的时候口信要作战嘛 那作战的情况下 如果这些股票还是持续在做卖超的动作 的情形底下的话 那是不是你有了一些股票的观众朋友 你应该在这时候去调节这些持股 那像金元殿 旺宏 台表科 穆德 维影的部分 这几档都是近期口信调节 比较多的个股的部分 那我们首先看到旺宏的部分 旺宏就是之前受惠到食物疫区的相关 那食物疫区其实供应到现在 短线上虽然还是有缺货的因素情况底下 但是随着疫情相关开始慢慢减缓 其实在经济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比较落后 或是比较没有需要去那么多需求的情况底下 那相对于法人在这时候会做调节的动作 那其实你看我们看这一档个股的部分 那投信在近期的话 其实也是连续调整了两个礼拜 超过两个礼拜 那近期本周的部分 近一周还是调节了11823张 那下礼拜很重要关键因素是什么 是你要观察旺宏这档股票 它是不是有跌破这个平台这里 如果跌破这个平台这里的话 那等伏区间可能会来到这的部分 还有就是它的关键价30.9之前的低点的实况 30.9是否被跌破 那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没有达到的情况底下 那这两十股你有的 我觉得龙高还是要去做调节的动作 而不是在这里积极去买超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关键的一个因素在于这档股票 它融资非常的高 它融资其实4.72% 跟它总监持股相当一样 总监持股是2.70% 那这档股其实融资在这个情况下非常的高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时候去追逐这档股票 那其实能加奖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傻户多的地方不要去 为什么因为傻户多的地方 外资会做一个调节动作 它不会让你赚那么多 或是它会在这时候做一个调节食股的方面 那也就是为什么这档股票 要请观众朋友去特别注意的情况底下 因为我们之前也有提及到这一档股票 那我们有跟观众朋友说到 它还是会持续做整理的动作 是那个股排还是会有回档的风险 那下一档的部分我们看到台表客 台表客也是近期比较热门的2 那台表客我们就结构面来看的话 它外资食股有21% 那总监食股8% 那头信也是来到11%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就结构面来说 其实外资跟头信它是两个 两方体系在做制衡的动作 那近期的话 其实头信开始测荡了 头信开始撤退 而且它也跌过这一个平台整理的区间 这个平台整理的区间 如果它下礼拜没有办法有效站回的话 其实下礼拜它的均线 它的月线扣底子 月线扣底子在这里 月线扣底子 它慢慢的会往上 那往上的情况下 它如果月线没有办法有效的守住的情形 那有可能它还会做下跌 甚至回测的动作 那你会觉得说 这个头信的个股 那头信的个股调节的话 那我如果转一方面 其实上礼拜头信有在调节 那这礼拜头信没有在调节的个股呢 那我是不是可以比较安全呢 有一个族群比较危险的是 上礼拜头信有在调节 但是这礼拜虽然头信没有在调节 但是外资开始调节的个股 像经济啊 同心电啊 威刚啊 台郡啊 这四档股票都是 头信上周有卖超 那本周没有卖超 但是外资接下来续卖 那这种这几档股票呢 在接下来走势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存在呢 或是这几档股票有什么机会呢 我们首先看到的部分是在于同心电 那同心电这档股票 其实我们就结构方面来说 那外资的部分 它近期也是呈现卖超的动作 外资也是呈现卖超3568张 那头信它跟头信在近一周的表现 基本上觉得外资卖给你 那头信的部分还能做买超的动作 那我们结构方面 其实外资跟头信的持股比例大概都呈现资本的状况底下 那外资是17个百分点 那头信来到13个百分点 那这档股票比较大的风险西数是什么 是它连续5分黑黑的连续5分黑黑下跌 回测之前这个平台整理 如果这个平台整理没有办法有效的带量在回升的情况底下 其实下周的部分它均线扣底 均线扣底来均线扣底慢慢往上 那如果今天月线的部分 我在往上的情况底下 它有一个带量跌破的情形的状况底下 那这一档股票就会相当相当相当的危险 那下一档股票的部分我们看到 威刚的部分 威刚之前我们有介绍过这档股票 那从上上礼拜 它其实一个跳空缺口后 其实一个跳空缺口在这里 跳空缺口后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它近一周都没有办法有效的站稳 甚至今天甚至已经填补了之前的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的部分 那比较工业系数比较大的部分是在 它在于融资的结构方面 它融资来到6.9个百分点 其实这一档股票融资的非常的多 那融资多那外资又呈现卖超情况底下 也是所谓的足弊在卖 那散布在买 那这档股票那我觉得相当情形 它下周尤其是它现在的KD值 还是往下走的情况底下 那下周的部分它很明显的 有可能会再进行要嘛就是做横盘整理 要嘛就是带量下跌突破的情形 那这档股票有的观众朋友 非常的注意 那之前就这几档股票解释下来 那如果6月份 那6月份我们对于指数该怎么去操作呢 那我们结论的情况底下呢 我觉得6月份6月份 那对于台北股市来说 其实我们观察啊 台北股市要嘛就是横盘整理 要嘛就是做一个盘点的动作 那如果横盘整理情况底下呢 它有机会 它有机会 对 一个礼拜嘛 因为之前上涨一个月 横盘一个月 其实就均线还有均线的技术面来说的话 它有可能在这里之类去做盘整的动作 那其实你就要看到台积电是不是有表态 如果台积电还持续没有表态的情况底下 有可能再加上台积电6月18号 要进行除息的动作 那在这种情况底下 甚至也不排除有回车的风险 那个股的表现就会差异非常大 那你该如何去掌握接下来的行情呢 以及你要如何去对于未来的行情 要如何去操作呢 如果你对于行情不知道怎么走 或是你想要知道我们在意对于台式的规划 是怎么规划呢 或你有相关的问题呢 你可以加入我们Lite App NA12953i NA12953i 或是你有相关的想要加入我们会员 想加入我们团队去对我们积极去操作事故 或是该调整哪些吃果的部分 我们可以打我们的专线 02-8101-0630 02-8101-0630 再来 谢谢观看